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一款毯子 毯子花片的勾制方法 它是多变的 可以有毯子 也可以做抱枕 也可以做围巾 好的 我们先开始 环形起针 然后起三个锁针 作为一个长针 接着再勾两个 两个锁针作为间隔 接下来 开始第二针 先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勾两个锁针作为间隔 这一圈的勾制规律呢 就是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一共要勾六组 那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 把第一圈勾完 勾完之后我们来到 刚开始的锁针的 第三个锁针去做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需要端线 然后换另外的颜色的线 好的 第二圈的勾制规律呢 是先从长针 长针的针目 去任意一个长针位置 去入针 先勾五个锁针 接着我们来到 上一圈锁针的洞眼里面 去勾三个三卷长针 就是绕三次线 绕三次线 然后一次退掉 好 在这个洞眼一共要勾三个三卷长针 好 三个勾完之后 我们再勾五个锁针 然后来到 来到长针的针目 去勾一个短针 这样一组 花样就算完成了 接着我们再重复刚才的 五个锁针 三个三卷长针 五个锁针 按照这样的规律 把第二圈给它完成 一共勾制六个花瓣 好的 勾完之后 我们来到 第一个针目 去勾一个短针 然后 一个锁针 断线 接着我们要开始 再换线 这次入针的位置 是在花瓣的顶端位置 去入针 好 其中我们先勾四个锁针 作为一个长长针 接着再用三个锁针 作为间隔 然后还是在同一个位置 再勾一个长长针 这样就是花样的开始 因为我们是要一个 勾成三角形 所以基本上是两个花瓣 作为一个花样 好 中间再用三个锁针 作为间隔 然后我们来到两片花瓣的中间 去勾一个三卷长针 好 完成之后 继续勾三个锁针 作为间隔 然后来到第二片花瓣的顶端部分 去勾一个短针 好 继续用三个锁针 作为间隔 再来到两片花瓣的中间 再勾一个三卷长针 接着再用三个锁针 作为间隔 这样就算完成了一组花样的勾支 我们按照最开始的方式 再把这三组花瓣给它完成 还是一样的 我们来到 对 第三朵花瓣的上面 勾一个长长针 然后用三个锁针作为间隔 再勾一个长长针 继续三个锁针作为间隔 然后到两片花瓣的中间勾一个三卷长针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式把这一圈完成之后 就发现已经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部分 然后我们来到最开始的锁针 第四个锁针的动眼去做引拔 好的 我们要开始第四圈的勾支 这四圈比较简单 就是一对一的去勾长针 除了角的部分 角的部分是两个长针 三个锁针 两个长针 其余的就是一对一的去勾短长针 比如说我们锁针的动眼 是三个锁针作为一个间隔 所以呢勾了三个锁针 那我们在动眼里面就需要勾三个长针 然后长长针和三卷长针的针目呢 对应的勾一个长针就可以 好我们先把引拔一下 把把线引拔到锁针的脚的里面 然后脚的部分是勾两个长针 三个锁针两个长针 所以我们先开始用三个锁针作为一个长针 再勾一个长针 然后用三个锁针作为间隔 接着还需要勾两个长针 脚的勾支规律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来到长长针的针目里面 勾一个长针 接着又到锁针的动眼 锁针动眼因为是三个锁针 所以我们需要对应的勾三个长针 好又到长针三卷长针的地方 针目就再勾一个长针 好我们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把这一圈给它完成 第四 第五圈也是一样的 就是 第五圈跟第四圈基本上是一样的 而且更好勾一点 它也是一对一的去勾长针 然后除了那个脚的部分 脚的部分是两个长针 三个锁针两个长针 脚的部分是两个三个脚 然后呢对应的勾 两个长针三个锁针两个长针 其余的部分都是一对一的去勾长针 我们把这一圈勾完 那一个花片就算完成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